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红楼梦》这本书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回来吃螃蟹 怕存住冷在心里 欧老祖宗笑笑儿 就是高兴多吃两个 也无妨了 家母笑道 明日叫 你黑家白日跟着我 我道常笑笑儿 也不许你回屋里去 王夫人笑道 老太太因为喜欢她 才惯得这么样 还这么说 她名儿越发没礼了 家母笑道 我道喜欢她这么着 况且她又不是那真不知高低的孩子 家常没人 娘儿们原该说说笑笑 横竖大理不做就罢了 没得到叫他们省鬼似的做什么 说着 一起进入亭子 献过茶 凤姐忙安放杯 忙安放杯煮 上面一桌 家母薛姨妈宝钗 带玉宝玉 东边一桌 湘园王夫人 迎叹西 西边靠门一小桌 狄库和凤姐 虚设座位 二人皆不敢坐 只在贾母王夫人两桌上伺候 凤姐丰富 螃蟹不可多拿来 人就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 吃了再拿 一面又要水洗了手 站在贾母跟前包螃蟹 包蟹肉 头次让薛姨妈 薛姨妈道 我自己摆着吃香甜 不用人让 凤姐便奉于贾母 二次的便于宝玉 又说 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 又命小丫头们去取 菊花叶儿桂花蕊勋的绿豆面子 预备着洗手 湘园陪着吃了一个 便下座来让人 又出至外头 命人剩两盘子给赵姨娘送去 又见凤姐走来道 你张罗不惯 你吃你的去 我先替你张罗 等散了我再吃 湘园不肯 又命人在那边廊上摆了两席 让鸳鸯 琥珀 采云 平儿去坐 鸳鸯应向凤姐笑道 二奶奶在这里伺候 我可吃去了 凤姐而道 你们只管去 都交给我就是了 说着 湘园仍入了席 湘园仍入了席 凤姐和李库也胡乱应了个锦儿 凤姐仍旧下来张罗 一时出至廊上 鸳鸯等正吃得高兴 见她来了 鸳鸯等站起来道 奶奶又出来做什么 让我们也受用一回子 凤姐笑道 鸳鸯丫头越发坏了 我替你当差 倒不领情 还抱怨我 还不快 蒸一钟 酒来我喝呢 鸳鸯笑着 忙蒸了一杯酒 送至凤姐唇变 凤姐一挺脖子喝了 琥珀采下二人 也蒸上一杯 送至凤姐唇变 那凤姐也吃了 平儿早替了一颗黄字送来 凤姐道 凤姐道 多倒些姜醋 姜醋一回也吃了 小岛 你们坐着吃吧 我可去了 鸳鸯笑道 好没脸 吃我们的东西 凤姐笑 凤姐而笑道 你小和我做怪 你知道你莲二爷爱上了你 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做小老婆呢 鸳鸯红了脸 扎着嘴 点着头道 哎 这也是做奶奶说出来的话 我不拿心 手而磨理 磨你一脸 算不得 说着 站起来就要磨 凤姐道 好姐姐 饶我这糟儿吧 琥珀笑道 鸳鸭头要去了 瓶鸭头还饶她 你们看看 她没吃两个螃蟹 倒喝了一碟子醋了 瓶儿手里正剥了个满黄 螃蟹 听如此稀落她 便拿着螃蟹 照琥珀脸上来抹 口内笑骂 我把你这嚼舌根的小蹄子 而琥珀也笑着 笑着往旁边一躲 瓶儿时空了 往前一撞 恰恰地抹在凤姐塞上 凤姐正和鸳鸯嘲笑 不妨吓了一跳 黑忧了一声 众人撑不住都哈哈地大笑起来 凤姐也经不住笑骂道 死仓妇 吃离了眼了 混抹你凉的 瓶儿忙赶过来替她擦的 亲自去端水 鸳鸯道 阿弥陀佛 这才是献报呢 贾母那边听见 一叠声 一叠连声问 见了什么了 这么乐 告诉我们也笑笑 鸳鸯等忙高声 笑回道 二奶奶来抢螃蟹吃 瓶儿脑了 抹了她主子一脸 螃蟹黄子 主子奴才打架呢 贾母和王夫人等听了 也笑起来 贾母笑道 你们看她可怜 健儿的 那小腿子 棋子 给她点子吃吧 鸳鸯等笑着 答应了 高声地说道 这满桌子的腿子 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 凤姐笑着洗了脸 走来又服侍 贾母等吃了一回 待遇若不敢多吃 只吃了一点 夹子肉就下来了 贾母一时也不吃了 大家都洗了手 也有看花的 也有弄水看鱼的 游玩了一回 王夫人应问 贾母 这里风大 才又吃了螃蟹 老太太还是回屋里去歇歇吧 若高兴 明日再来逛逛 贾母听了 笑道 正是呢 我怕你们高兴 我走了 又怕 扫了你们的信 竟 既这么说 咱们就都去吧 回头 嘱咐香云 别让你 饱哥哥 多吃了 香云答应着 又嘱咐香云 宝钗二人说 你们两个也别多吃了 那东西虽好吃 不是什么好的 吃多了肚子疼 二人忙答应着 送出园外 人就回来 命将残息 收拾了令板 宝玉道 也不用板 咱们且作诗 把那大团圆桌子 放在当中 韭菜都放着 也不必 拘定座位 有爱吃的去吃 大家散坐 岂不便宜 宝钗道 这话极是 香云道 催这么说 还有别人 应又命令摆一桌 捡了热螃蟹来 请席人 子涓 撕齐 试书 入画 婴儿 翠末 等一处工作 山坡 柜树底下 铺两条花台 命 命之印的婆子 并小丫头 等也都做了 只管随意吃喝 等使欢再来 相云便取了尸体用针管 在墙上 众人看了都说 新奇 只怕做不出来 香云又把 不限运的缘故 说了一番 宝钰道 这才是正理 我也最不喜限运 待遇 因不大吃酒 又不吃螃蟹 自命 自命传了一个袖墩 以着 自命人传了一个袖墩 以兰坐着 拿着钓竿钓鱼 宝钗手里拿着 拿着一枝桂花 玩了一回 扶在窗坎上 掐了桂蕊 扔在水面 引得那鱼游浮上来 接叠 香云一回 香云出一回神 又让一回 喜人等 又招呼山坡下的众人 只管放两吃 探春和礼库西春 正立在垂柳银中 看欧鹿 迎春却独在花银下 拿着个针儿 穿茉莉花 宝玉又看了一回 黛玉钓鱼 一回又俯在 宝钗旁边说笑两句 一回又看 喜人等吃螃蟹 自己也陪他 喝两口酒 喜人又剥一颗肉 给他吃 黛玉放下吊杆 走至座间 拿起那 乌银梅花 自珍湖来 捡了一个 小小的海棠 冻石 浇夜杯 丫头看见 知他要饮酒 忙着走上来 珍 黛玉道 你们只管吃去 让我自己 争才有趣儿 说着便争了半盏 看时 却是黄酒 鹰说道 我吃了一点子螃蟹 觉得心口微微的疼 须得热热的 吃口烧酒 宝玉忙接着 忙接到 有烧酒 便命那荷花 花尽的酒 烫一壶来 黛玉也吃了一口 便放下了 宝钗也走过来 另拿了一支杯来 也饮了一口 放下 便粘笔至墙上 把头一个一举勾了 底下又 做一个横子 宝玉忙到 好姐姐 第二个 我已有了四句 第二个 我已有了四句了 你让我做吧 宝钗笑道 我好容易有意识 你就忙得这样 黛玉也不说话 切过笔来 把第八个 混菊勾了 接着把 第十一个 菊梦也勾了 也 坠上了一个 萧子 宝玉也拿起笔来 将第二个 纺菊也勾了 也坠上了一个 一字 探春 起来看着道 竟没人做 三菊 让我做 又指着宝玉笑道 才宣过 总不许 带出规格 字样来 你可要留神 说着 只见 湘云 走来 将第四 第五 对局 共局 一连两个 都勾了 哎 负 坠上 一个 箱子 探春 道 你也该起个号 湘云笑道 我们家里如今 虽有几处宣馆 我又不住着 借了来也没去 宝钗笑道 方才老太太说 你们家里 也有一个 水亭 叫做 整侠阁 难道不是你的 如今虽没了 你到底是旧主人 众人都道 有礼 宝玉不带香云动手 便带将香子抹了 改了一个匣子 没有炖饭功夫 十二提以拳 各自腾出来 都交于迎春 另拿了一张雪浪签 雪浪签过来 一并腾露出来 某人做的 底下罪名某人的号 李库等从头看到 好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